首批新型肺炎疫苗下午混底本港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重申 疫苗經專家審批,強調質素有保證 有章話報導 首批100萬劑科興滅活疫苗下午5時多 由國泰航機混底香港 工作人員將一箱箱的疫苗移出機艙 中聯辦副主任愁鴻 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 公務員事務局長聶德權到場接收 聶德權說科興疫苗快速到港及時撤合香港的需要 呼籲市民盡快接種 讓香港能夠早日控制及結束疫情 現時全球對於疫苗的需求非常龐大 我也呼籲各位市民 讓我們齊心努力,齊打疫苗 科興疫苗在爭議聲中獲批准在本港緊急使用 陳肇始重申疫苗的質素有保證 我們去批核所的緊急使用的疫苗 一直都是經過專家的審核 和安全有效和有品質保證 疫苗接種計劃會在下星期五開始 政府優先給5類人士接種 包括醫護人員,60歲或以上的想者 安勞院、社員、有同員工 從事環境衛生和紀律部隊等人士 下星期二開始接受預約 科興疫苗現在會暫時運往葵涌的貨倉儲存 有線電視記者由進華報導